平安這間公司還有其他問題的, 因為之前20幾年平安剛剛出來的時候, 其實它持有香港匯豐銀行的一些股份, 香港匯豐銀行都持有平安保險的股份, 但是這個股份接著就有一間公司出來, 就用買了匯豐銀行持有的平安保險的股份, 這間公司叫做薄鋒, 這間公司是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公司, 其實中國大陸有些人去查, 查這間公司薄鋒, 查這間公司發覺它全部都是離外公司, 它有4、5的離外公司加起來, 註冊資產只有5萬多美金, 它聲明它有自己的經驗, 營業額加起來加起來, 全部加起來大概幾千萬美金, 但是它買這個股份用了多少, 147億港幣, 所以大家這個還驚動了中國大陸的證監會, 證監會當時還要求它停止, 即是說你要講明這些錢哪裡來的, 因為你買這麼大間公司, 你不可以貸款, 你不可以說你去銀行貸款就買一間大公司, 即是很容易做些手腳, 然後查資金下去, 後來查來查去, 接著就沒有了聲音, 他說他自己有錢了, 他就買了匯豐持有的平安保險, 所以現在平安保險、平安集團, 這個集團的百分之七點多的股份, 就是那個薄蜂那家公司買的, 註冊資金五萬元美金, 他在哪裏來的錢, 是誰的錢, 沒有人知道嗎? 沒有人知道嗎? 你計一下, 他當年, 你計一下, 一百多億買回來的, 你甚麼都不計, 你就計他正資產, 現在一萬億就賣, 百分之七, 即是七百多億, 已經十年了, 已經賺了六、七倍了, 你其他都沒有計, 計這個已經很厲害了, 所以我之前其實講開, 中國大陸, 我經常都講的, 我說中國大陸那些捉的貪官, 你捉那些貪官, 一講就說, 這個人泰國幾千萬幾億, 人民幣那些, 你跟中國大陸那些官員 真正的可以賺到錢, 你根本就是九牛一帽, 你根本都給不到幾億, 你幾億的資產, 幾億的貪官那些, 你根本, 看都不看你的, 你真是小而科利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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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又很快出去幾百億, 幾百億就可以, 即是要通過甚麼呢? 就是資本市場, 股市, 通過這個大資金的運作, 很快取的, 只要有銀行在後面幫你, 只要有那些大的金融公司在後面幫你, 然後裡面有官場那裏放起, 那你用便宜的價錢, 買一間公司, 然後將它嘗試, 你已經發到不得了, 即是馬上幾百億, 幾個月就幾百億, 這個是中國大陸真的發生很多次, 所以我就說那些貪污, 什麼古晉三, 貪污幾億, 那些什麼家, 廁所是黃金, 那些根本就是小而科利, 當年薄鋒買這個平安保險的時候, 是嚇著另外一個人去買的, 那個人的名字就叫做蕭劍華華, 蕭劍華大家都知道, 是一名天系的中國大陸, 即是在香港被人用律儀推回中國大陸, 就自願回去, 到現在又不見他審, 又不見這個人出來, 又不知他現在在哪裏, 他掌握十幾二十幾間上次公司, 現在都沒有了, 所有那些幾十間的金融, 包括銀行那些, 現在全部一間一間, 要是破產, 要是被人擺了, 當然就被人擺了, 低價了, 所以那個人在市場那裏是存的, 這個蕭劍華就是增加的白手套, 嗯, 增慶紅的白手套, 是的, 但是是不是呢, 我們又不知了, 大家這樣存而已, 所以其實這個裏面, 但是它變成平安這個集團, 它因為太大到很厲害很厲害, 所以它真的大到不可以倒台, 因為它一倒, 涉及到很多很多問題, 你知道嗎, 這些公司真的大到一定程度, 就不可以倒, 所以現在就看, 你怎樣救, 是不是它出了問題呢, 因為它出了問題, 它下面那間銀行才會有事, 當然我們說的, 因為它平安投的房地產, 投這麼多, 投三幾萬億的人投下去, 不會被交了錢, 使用車販販販販販販販, 所以我們也對回家販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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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